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一件发生在台湾云林县的悬案 而这个案件特别的地方是死者托梦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请他帮忙告知警方将凶手抓捕归案 案件是发生在2002年的3月7日凌晨 当时就读云林县北港镇建国国中的14岁少女崔晓金 在家中身上被人刺了三刀的死亡命案 现场血迹斑斑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只有年仅14岁的女生惨死刀下 先介绍一下这个家庭背景 它们是一家五口的组合 崔木毛鼠美是受险业务员 崔富崔国华驾驶冷冻仓储大货车 并且积停物流业 它的底下还有数名的员工在开货车 家中随时有三台名车代步 家庭的环境可以说是相当的优渥 但是在崔富染上安非他命被抓去乐街之后 崔家一夕之间顿时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 从此家到中落 家中的成员除了大女孩也就是14岁的崔幸少女之外 还有一个11岁的弟弟跟2岁的妹妹 崔晓金在北港建国中学是一位非常出名的自由生 学习成绩常常是全校的前10名 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而且身高167公分的他 同时也是学校的5乐队成员 在家中和弟弟妹妹的感情也非常的好 常常解怠名职帮忙照顾当时只有11岁的弟弟还有2岁的妹妹 那时候就读国中的他习惯再读书累了 就会躺在家中一楼的沙发上睡觉 时间回到2002年3月7日凌晨1点钟左右 崔晓金招闯入屋内的凶险 使尖刀啃刺他的右胸还有右翼下 其中赤密的一刀刺在右肺 深大15公分 惨死自家一楼的客厅沙发上 被发现的时候 他的手跟脚还有嘴巴都遭到了招待捆绑 右胸口大量的出血 紧急送医之后呢 仍然回天罚术 案发当时在二楼房间休息的崔姆 他向警方表示呢 应该是强匪行凶 他说当时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直到呢 听见一声清厉的尖叫声之后呢 他下楼查看 只看见胸贤拿着胸刀 从厨房后门逃逸 胸贤当时穿着蓝色的夹克 身高呢 大约160公分 年纪大约2到30岁左右 身材呢 偏瘦 圆形脸 戴着口罩 而且身穿浅蓝色的背心 根据警方的调查 发现崔家并没有遭到外露的破坏 以及入侵的迹象 现场呢 也没有打到的痕迹 门窗也没有被破坏 而且踩不到凶险的指纹 毛发 更找不到胸刀 警方研判凶手是从门外进来 死者一定认识凶手 所以才会开门让凶手进来 案发现场有被清洗破坏 而家属声称呢 会清洗血迹 是怕房东追究血字的问题 经过法医解剖商业 没有任何安眠药以及毒物的反应 合理的解读呢 应该是熟视的人士 胁迫他就犯遭绑 案发后 警方发现崔家的人越来越奇怪 不仅母亲的证词反反复复 前后不一 就连当时的亲友啊 也不太希望警方继续追查 加上呢 崔家人有意误导办案的方向 使得这件凶杀案呢 变成了一件悬案 而这一单歌哦 就将近了十年左右 后来在2011年的6月 有一位出身北港望主 当时还在就读 辅大法律系的真系男大生 有一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中梦 据他呢 在PTT上撰文描写的 他说在梦中的自己 在北港的老家闲晃 结果呢 突然之间呢 在梦中的他 又在梦中睡觉 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梦境 里面的场景呢 很黑 像是一个没有开灯的房间 他说他感到呢 他的前方有一个人 虽然看不清楚 形体跟外貌 但是直觉告诉他 前方这个人呢 是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女孩 真系男大生说呢 女孩向他描述 自己在十年前招人杀害 凶手是他的亲戚 一男一女 还出示这两位 凶险的个人生活照 并且招待这位男大生哦 对他说 你一定要找一位 姓陈的警官 才能解决这个事件 女孩说完之后 真男呢 就在梦中醒来 回到第一层的梦境之后 他说梦中的他啊 疯狂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但是呢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 就在大家的嘲笑当中啊 他在梦境中又再次的睡着 在梦中梦当中啊 少女仍然不断的要求他 记得去找 诚信警官 因为男大生呢 在第一层梦境遭到迹象 所以呢 回到第一层梦境的他呢 就不愿协助处理 结果没有想到啊 少女像是生气了一样 真男在第一层梦境中的鱼缸 竟然无预警的破裂 使得第一层梦境中 曾经嘲笑真男的亲戚 竟然遭到玻璃插满全身 模样相当的恐怖害人 所以当真男真正清醒之后 他觉得这个梦境呢 十分的清晰 而且内容十分的诡异 他当时啊 直觉就是 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于是就赶紧打电话 回老家询问 结果家人听到这个梦境之后 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曾男的家人呢 就兵分两路 一边去了马祖庙询问 一边到了警察局问 他们去马祖庙问 是不是有这件事情 而且要请曾男帮忙 结果神明给了三个圣杯 然后曾男的家人呢 又问神明说 是不是要请曾男 回老家一趟来解决 结果又是三个圣杯 于是家人就到了警察局呢 找了认识的远警朋友 然后用非常委婉的语气 将梦境的事情告诉了警方 没有想到 原警一听啊 竟然大吃一惊 就对他们说 我们这个地方啊 有两个案子 至今还没有侦破 而其中一件 跟曾男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冥冥之中 曾男就跟有着通灵神探的警官 陈恒正举上了联络 当时陈警官呢 以为曾男是要来骗钱的江湖术士 没有想到 曾男却能清楚的描述案件的细节 就连没有公开的案情也十分的吻合 所以陈警官感觉非常的诧异 但是崔家的亲友 却没有人想要再提起这件事情 对于警方的调查呢 也十分的排斥 而且更奇怪的是 在当时哦 崔家有一名亲友 他是开公庙的 所以呢 陈警官就跑去 请示这个三太子说 案子跟崔家人有关吗 结果没有想到 神明竟然连续指出了三个圣杯 看到这种情况后呢 亲友竟然马上对警察下诸克里 更诡异的是 他还发现 有的亲友家中贴满了符咒 并且把崔小金的照片压在符咒下 感觉就像是做贼心虚 正常来说 若家人啊 或是亲友遭到凶手杀害 那么正常的人 应该会希望警方呢 赶紧破案对不对 而且呢 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就算是求神拜佛 只要是对案情有帮助的 应该都会去尝试 但是 崔家人种种奇怪的行为 都让警方觉得 案件呢不单纯 反而是亲友深案的可能性很大 除了崔家人离奇的反应 让陈警官意向深刻之外 他还表示 在2011年接手案件之后 他曾经回到现场查看 发现里头的摆设呢 从未被移动过 所有的家具都布满了厚厚的一尘灰 里面的空气呢 仿佛还冻结在 崔小金招刺杀的那一个清晨 更奇怪的是 就连崔家人的内衣裤 证件等等私人物品 还遗留放在原位 崔家人呢 感觉像是被什么吓到一样 连夜逃离了这个家 陈恒正说 整个案件最大的疑点 除了家属的反应之外 就是凶手的心胸动机 虽然凶手不明 但一定是死者清静 甚至是熟识的人 但是为什么他要杀害崔小金呢 死者遗体并没有遭到性侵的痕迹 所以并不是畏色杀人 虽然崔母从事保险业 但崔小金死后 家属得到的保险力 也只有一点点 所以也没有理由 为的是一点点钱去杀人 因为如果是想要扎领保险金的话 身为保险员的母亲 当初一定会帮崔小金多保一点 由于证据薄弱 使得案情再度陷入了胶着 曾男在2011年的9月初 又再次梦到了崔小金 然后在梦中 他非常生气的 上前抓了崔小金的肩膀 他说你在搞什么 知道大家都急坏了吗 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呢 但是在梦中的崔小金 只是面露难色 然后曾男接连问了好几个 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崔幸少女却表现着兴趣缺缺 感觉像是有苦说不出的样子 最后在梦中 崔幸少女用了一个浅浅的微笑 对着曾男说 这一段时间谢谢你的帮忙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而事后 陈恒正警官得知了梦境的内容之后 也感觉非常的失望 他说 崔幸少女自己都不想破案了 还有谁会想呢 随着负责案件的这个警察官调职 神请案件又再度的失臣大喊 后来这个男大圣回忆啊 在检察官调走的几天之后 他曾经鼓起勇气 打电话给陈恒正警官所问 他说 这个案件呢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结果陈警官听到之后 沉默了一下子再回答 嗯 很遗憾 是的 但是 在2017年 警方在监听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重大的突破 在监听当中 发现崔女的两个亲戚 非常关键的对话 内容像是我会以死谢罪 很怕小金找上门 一直梦到小金的脸等等 种种的调查机上 都将矛头指向了两位嫌疑人 警方呢 认为这两位亲友 设有重险 所以呢 就将人带回去进行测谎 孙男曾在PTT 撰文中写下 原本大家都很期待 悬荡十年的这个案件啊 终于要突破了 但是 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 这两个嫌疑人 却在测谎机前面 连通过三关 使得好不容易出现的线索 又瞬间消失 而侦办这个案件的 承康镇警官啊 他也曾经哦 试探崔家的亲友态度 他主动提出呢 要重启调查的意愿 结果没有想到 崔家的外婆一听啊 忽然大怒 并且拍桌子警告 他说不要办了 接着呢 发现自己失态之后 又连忙解释说 因为不想要 重提伤心的往事 但是 更诡异的是 在得知案件 重启整版之后 这个外婆 还点了三炷香拜神 但是祈求的内容 却不是早日破案 或者是成员得雪等等 而是众骂警察 他说呢 拜托那个陈恒镇啊 不要常常来找我们麻烦 常常来糟蹋 甚至哦 还举家跑到了派出所去抗议 怒批警察呢 不肯放过我们 总是要找他女儿的麻烦 还对警察说呢 外孙女 崔小吉你有托梦给他啊 说他是替爸爸死的 但警方再问下去 外婆就说不知道了 很明显就是不想要让警方 再调查这个案件 虽然这个案件至今还没有侦破 犯案的动机是什么 凶手到底是谁 虽然警方调查 崔小金疑似惨惨死在至亲的倒下 但是真实的内幕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崔家的人会如此排斥警方重启此案呢 我想这个真相就只有死者 还有相关的人知道 虽然凶手有办法躲过法律的制裁 但躲不过良心的谴责 还有死者的纠缠 在这一世或许没有办法让凶手伏法 但是天理轮回一定会有让凶手付出代价的一天 今天的故事虽然还没有看到完美的结局 但是还是那一句话 欠人的总是要还的 这辈子让你躲过了 下辈子就是本金加上利息 要还的就更多了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哦 也再次谢谢大家订阅跟收看 对了要告诉大家 最近佳佳创立了频道的粉专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按赞 像是要和佳佳分享故事的 也可以使用粉专的资讯功能跟佳佳联系哦 如果看完影片之后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能否给佳佳一个鼓励跟支持呢 帮忙看一下订阅跟分享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您的善良主动 会给佳佳无限的信心跟动力哦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